哈啰 中午好 可能現在或者有某些谷友 現在正在吃午餐 或者吃完午餐之後眠一眠 索一索 精神利落 我再在這裡 有一條片我很想講的 你都見到我今年 沈國城蔡麻加了汽車工作室 雖然我朋友的project 到現在還沒有什麼聲氣 因為他原本是想跟香港的代理去拍片 找小弟幫他介紹一下車 很多不同的領域 車其實都是我做了很多年的工作 所以我就買定個位置等你 之後我也都自己會考慮一下 或者遲些都會講一些跟車有關的事情 近日其實我就有很多我的賽車的朋友 其實都經常發訊息給我 他說 Michael最近有個好像不知道是否立法議會議員 還是好像政府裏面那些發展局局長 還是什麼就說 咦他們都想搞F1 而F1就怎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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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我覺得這些人就好像拾人牙位 而且我想他們都在講十緊小弟二十年前的牙位 其實這個topic我在二十年前 當我還是在ESPN、STARSPORT 一個Torrential TV那些國際性的體育頻道 講這個一級方程式的時候 其實我就已經發表過好幾次 怎樣幫香港政府去想一些關於幫香港可以推廣到市容 還有直接得益的是旅遊的經濟 那我這個要提到就是旅遊經濟有什麼效益可以帶給一個城市 那我當然當然是講我自己家我喜歡的香港 要不然我就一早就離開了香港 那運動旅遊收益也是一個我比較上可以這樣說 挺熟悉的 那其實小弟在貢獻香港運動旅遊那方面 我是真的心體力肯做過一個project 當時是幫我朋友的 那他那時候就在香港開旅遊社 那在2008年的時候 那大家都知道了 香港就經歷了這個金融風暴雷曼的事件 那都幾蕭條 那大家都有點不怕 那當時就是劉吳惠蘭局長那個女人來的 他就 他是這個我比較上是很 就是我認識了他之後 我很欣賞的一個香港的一個女的局長 高級公局 那他就叫了香港很多不同的商界的朋友 當然其中就是叫了旅遊 這個旅遊商會 他們那些主席和所有的委員呢 就上去談究竟旅遊 我們是可以在香港做些什麼 立即令到香港可以 因為旅遊是基層得益 記住旅遊是基層直接得益的一個sector 那當時我朋友呢 就上去之後呢 就聽完劉吳惠蘭局長說完的話之後呢 他因為他都是我一級方城式的fans 他說喂 麥可說這個局長似樣 他想我們在三個月內呢 就立即做一個香港 就是推動旅遊的一些方案 他說你相信我 他認真的 他說你介不介意跟我們做少少study 特別在賽車 你有沒有辦法可以想到一些東西出來 其實這件事我都告訴你 我二十年前已經想了 在我的program 我每次賽車有機會可以有時候 賽車已經賽到中段 或者已經有機會覺得塵埃落定 有時候我都會講一下 都會講一下這個賽車旅遊的經濟活動 我就說喂 那個大佬那個企德機場 那塊地下降了就曬太陽 那政府就講一個謊 就說下面有很多油啊 那樣那樣 就要等它揮發了才可以 才可以起 其實那些油根本上在跑道裡是沒有的 你不會在跑道裡有些油路的 那些油就在那些貨櫃碼 就是貨機那邊 還有就是 裡面的那些機位裡面 下面當然有很多是油的 就是你拿了之後呢 就泵上飛機那裡的 那這個就是 但是跑道裡面是絕對不可能是有油的 那我這麼大條跑道在那裡 那你為什麼不可以在那裡發展這個旅遊 還有我再講一次 賽車任何運動 其實都是旅遊經濟來的 特別F1呢 更加是運動旅遊經濟來的 因為呢如果你知道F1那個 就是他們的觀眾那些鋪發呢 其實F1公司FOM呢 也有了他們的資料的 就是每一個人 他們去任何一個地方 是F1 現在我說的是20年前的資料 是大約花兩萬多元美金一個人 包括住宿吃F1的入場券 souvenir很多東西 是兩萬三千多元 如果我沒有記錯一下 每一個觀眾喔 F1可以說是二三十萬觀眾 今年新加坡就錄得三十萬零二千 是的 沒錯 的觀眾 你想一想 乘一乘兩萬多元美金 我不要當它有Inflation 不要當它是甚麼 我當是兩萬元美金 是吧 十六萬一個人 你再乘三十萬 你想一下城市旅遊得益是多少錢 這個很重要的 有些人說 做這些運動旅遊 其實很多時候那個政府欺負東西 政府就一定要欺負東西的 那這個是一個Marketing的budget 政府旅遊發展局 我們做甚麼 就是我們要花錢 花了錢就會令到有很多 全世界的人會來香港 那直接得益 當然就是那個經濟的得益 就是那個基層市民那裏 那這些錢是不是都要花的 我們不用給它省錢的 那我就說 那既然整條跑道看著曬太陽 為什麼不copy了Monster的跑道下來 還有你如果更加想 令到政府很容易 或者拍板的話 你會告訴他 這個根本是一個自給自工 不會蝕展的project來的 那我當時寫給他 這個是一個 是地產運動旅遊經濟發展項目 為什麼會弄到地產呢 我很簡單的嘛 你那裏全部是A級甲級寫字樓來的 那你就做四等甲級寫字樓 分別就是法拉里 平治 保馬 保時捷 是嗎 或者是奧迪 那奧迪 奧迪群已經是可以的 奧迪群 基本上你一氣大眾 在大陸是和國內 根本上是國家 一齊合營的一個公司 裡面一氣大眾 做了所有 Wirkswagen Group裡面的所有汽車 那你就等於那裏 我就做四等大廈出來 四等甲級寫字樓 當我招標這四等甲級寫字樓的時候 你就要和我做到旁邊的路 在這個路裡面 我就是所謂叫做公共空間 那你們建這個地產業務的時候 就幫政府建了這條 hidden了 隱藏了 在其他跑道裡面的馬路 而我可以隨時隨地 就有這個peat building 有run out area 有medical center 有peat building 所有東西 其實已經隱藏了 在我這個标書那裏 這個地產項目是不能輸的 你對著一個維多利亞港 所有的甲級寫字樓怎麼輸 我都看不到怎樣輸 ICC IFC 是賺到墨都穿不下的 好了 你有了這個誘因 做地產項目了 那你想想 你這個可以是頭 我當你是四十層或者五十層的大廈 由地下到四十層或者三十層是甲級寫字樓 跟著三十一樓到五十樓是六星級酒店 那你就跟著再拍下去那個 那個 游輪碼頭 再跟著接著 遲些做那個體育城 我們一早就知道 我會起那個體育城 那你想想每一個月 我都有一個 叫做 世界的 世界級的 運動 的event 你想想這個 你看這個旅遊 游輪碼頭 會是會幾繁忙 你想想那四等的甲級寫字樓 是不夠住 那些旅客是每個月都會來一次香港 你可以叫了香港所有的ASN 那些體育的熟會 網球的你一定搞個ATP Master Series 就起碼都要五百分 WTA你也都起碼要搞個是一千分 那你已經一個月十 一年十二個月 有兩個月已經做了網球 好了 那跟著Rubby 已經一直都有了 那你也可以再搞其他 例如說 羽毛球的 排球的 或者你還有 那個 保齡球的 還有是 賽車就一定了 如果你再搞F1之後 那F1之外 你可以再搞MotoGP 哦 MotoGP不喜歡跑街 那就有它咯 你可以搞其他 或者DTM 或者甚至乎 F1之外 你也可以組成一起搞 那你搞了 一年十二個月已經被困滿了 你想窮都難了 真的 是嗎 那你還有 好了 我撇開其他那些 我不管它了 那我就說 這個跑道很容易 香港以什麼建稱 香港是以海灘建稱 那你每一隻彎 名字我都跟它想了 我寫了一個Proposal 跟劉淑 劉淑 寫了一個 每一隻彎 我就叫深水彎 淺水彎 青水彎 雙思彎 銀礦彎 是嗎 那你就 全世界人 當你看F1的時候 你就知道 香港原有這麼多 很出名的海灣 Propos Bay Dip Water Bay Tier Water Bay 咦 你會覺得 這是什麼呢 那你這些 就會有talking point 好 直流的時候 你可以用回其他一些 Victoria Strait 這個叫Victoria Harbour Strait 對嗎 然後另一邊 你就可以用 告示打道 什麼 都可以的 對嗎 你不就把整條跑道 等於把香港 所有出名的東西 宣傳出去外國 所有這些都寫在我的proposal裡 跟劉慧蕙蕙 briefing 他非常之combuy這個concept 當時他是很認真很認真 聽到微飛色母 他們整班那些 旅遊局那些商會的人 是微飛色母拍案叫做 即是覺得 Michael你這個神經病啊 你這個人 可以想得這麼厲害的 真是 連政府那份你都想了 很簡單的 實名要 我沒有收你錢 我只不過叫做貢獻我 在這方面的認識 就給這個 這個 就是 劉慧蕙當時是 發展局局長 是吧 我也都希望幫香港 就是分一杯羹 那問題你最重要就是 你宣傳完之後 那些沙灘 你不在沙灘裡 也都有沙灘的 的 例如好像外國那樣 有了Locker的 有了沙灘椅的 有了沙灘的 有了沙灘的 那些太陽遮 沙灘排球 裡面有很多水上活動 那些旅遊人士來到香港 就還有很多地方 可以去 有些人不只是喜歡購物 有些人喜歡去沙灘 夜晚你可以做Wave Party 很大型都可以 在清水灣你做到誰 你搞沙灘裡的Wave Party 這些才厲害的 你收一千元 個個都來 至於裡面有沒有人 那些是警方的責任 不是我們的責任 這些才是旅遊 可以搞到很活的 那你滑水啊 水上活動啊 那香港那些還有玩 那些滑浪風雲 都是香港很出名的活動來的 有這麼多海灣 你應該去曝霧這件事 是吧 那我說最重要當然 就要爭取擴闊路面 擺旅遊巴 有很多東西 那些酒店設施 應該要做好些 那你就可以 不用怕說 我說你真的要搞紅了之後 那些清水灣 你清水灣就很堵車 那你當然要 是你們政府 路政處很多人 去一次過想 那你整個配套 整個都出來 你 新加坡我需要你 我需要你新加坡 大家不要妄自誹謗啊 其實你說運動旅遊產業 賽馬都是的 我們賽馬一個星期 就跑八次 每次十幾億 其實是說一個月 一百億的生意有多的 我們不要 我們不要妄自誹謗 這個新加坡 望塵莫及的東西來的 做得很好的 例如啤酒園這些 全部都是真的 是有幫助的 政府的稅收也都收得挺好的 有很多其他 在馬會抽到的稅 都叫做搞來一毛出來 都好過沒有 那這些全部都是 其實是通過運動旅遊產業 你不要當它只是一個賭博 先 但是我說那個F1 這個基本上 之後 我覺得幾年之後 那些AA會的人 都收口水 什麼又說了 那全部我講過了 你看我F1 你已經學到的了 有哪個人會有我這麼熟 那些全部都在我腦裡面 那所以呢 這個就是 隨口說 就是一個運動旅遊產業 怎麼可以幫到香港 那我就覺得香港這幫所謂議員啊 那些高級工部啊 就是旅遊發展局啊 基本上沒有這方面的視野 視野很低的 你在外國你看有五河賽車 去頒獎嘉賓 是旅遊發展局的人出來頒的 澳門就是了 很多啊 你不論西班牙 全部都是旅遊發展局的局長 出來做這個頒獎嘉賓 那你想知道 這些是旅遊產業 而這些產業 是基層市民最受惠的 所以現在這幾年 香港沒有了這個旅遊呢 基層市民是最受苦的 包括小弟 就是慘不留天來 那這個就是 輕輕和大家 bring up一個 subject 大家就試一下討論一下 因為起碼我都叫做 沈國城賽馬汽車工作室 那今天都講少少汽車有關 不過 就是和F1有關的東西 我都少講一些啦 這樣就 就是 這個是終於20年前 20年前我已經講了 好嗎 那今天跟大家分享 我都在這裏 差不多 太長就很沉 好嗎 那再見 有機會再和大家分享一下 其他不同的話題啦 拜拜